习近平清洗金融圈三个月23名高官落马 人行党委书记落马 1月5日 据自由时报报道 去年10月中国当局在房地产市场动荡加剧之际 升高对规模54兆美元金融系统的反贪监管 当月1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 对25家金融机关级监管人员进行巡查 彭博统计指出 自此以来已有至少23名官员遭调查或惩罚 报道说 这些官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证监会及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银行的高阶主管 中国人行机关服务中心原党委书记兼主任 牟善刚昨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遭纪律审查与监管调查 成为最新重见落马的金融高官 中国人行员党委书记牟善刚也重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持续推动反弹 近期重点放在执法上 而在准备今年下半年举行的中共第20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同时 习也收紧其控制权 预料在该会议上他将打破前例 确保第三任期 目前这场反弹运动正值习近平 锁定中国科技与地产巨头全面打压民营部门之际 在两个月的巡查后中纪委尚未公布整体结果 这是近六年来该打摊机构首度聚焦金融部门的审查行动 在习近平近十年的掌权期间 已有超过150万名政府官员因贪腐而遭惩罚 其中包括近期被处决的前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民 与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前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胡怀邦 国开刑事中国最大的政策银行 时刻新闻播报